喜乐是不受环境的影响 由心里面发出来的欢喜 就算面对不如意的事 靠着上帝都可以面对 我喜乐婆婆就邀请了一些嘉宾朋友 来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 一起探讨寻找喜乐的秘诀 一个男人忙碌碌身身苦苦工作 是希望提供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家庭 但很多时候物质上非常丰富 又是最好的东西 那你的家庭 你认为最需要你提供的是什么呢 韦恒 田妈你好 上一次开始认识你 就知道你原本是电台 跟我一样 我也是电台出身 然后你又去了外国 在中间你因为读书的时候 就喜欢写东西 回来之后你虽然学习的不是 但是又做电台 然后又编剧 然后你又拍电视 然后又写电影剧本 你又做导演 中间非常丰富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中间有一位主在你生命当中 没错 然后你又认识到女朋友 应该是两个爱得甜甜蜜蜜 但你两个不是 是扭扭扭扭扭的 扭扭扭扭的 但是继续向前走 是 我想知道你们两个是在哪里认识的呢 我们两个… 因为大家都在媒体工作 太太以前是报新闻的 我又做… 我觉得也是报新闻的 是 她是报新闻的 我做电台 这个圈子很小的 认识一下就认识到 她是美女嘛 以前 什么以前 女人一生都美 现在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美女 我不可以自己赞太太 都要 好 给多赞 多赞 认识到她 开始了我们的爱情关系 由那时候开始 开始了 但是你上次形容你说 你两个是扭扭扭扭的 其实主要是我扭扭的 譬如那段时间 我不止有一个女朋友 又要说大话 其实对她的伤害很大 她知道 她后来才知道 初初不知道 初初不知道 没关系 是的 那时候的状况很差 我回想起来 我都相当惭悲和罪疚 上次我说我很不开心 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每天都要用很多个大话 去过我的生活 因为我要有两个盆 只有一个盖 我又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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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时候的所谓爆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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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自己先回事? 我先回事, 是的 他又肯接受一個曾經騙過他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挺不簡單 有機會有奇妙你就問問他 究竟他怎樣拿來的一份原諒 原本想請他來, 他沒空 沒辦法 是的… 很奇妙的, 在教會當中 我想他也有一個觀望的態度 看看這個人是否真的會改變 我也感恩, 譬如剛才說 我以前經常要說謊去道日 我記得信了主之後 因為聖經有說的, 不可以作假見證 這個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釋放 原來以前覺得不說謊, 不可以生活 包括在我的工作, 在感情生活 在家庭生活上都是 所以都是要分析, 沒事的, 很好 但現在一天發現, 我不說謊, 我很舒服 不用再想一點, 蓋上去 譬如說, 蕎媽, 你今天很漂亮 我說很漂亮 真的從心上可以說, 不是就不是 事就說事, 不是就不是 等於蕎媽, 你非常年輕 你就麻煩吧 是的 怎麼後生呢 這是我以為不說謊, 是很難生活 怎料現在我覺得很舒服 包括了跟我太太的關係 也從這樣開始, 從頭再建立 當時還沒結婚 從真的開始 從頭再拍拖 當然, 其實回教會是一個很大的契機 令我們真的修補我們的關係 因為好像上次說 回教會前, 大家要先和好 是 還有, 教會裡面有很多電影節目 都看著我們的 從頭再開始 就是提醒, 如何去過聖結的生活 如何好好相處 如何去愛, 真正的愛 還是放煙花的生活呢 不, 原來可以追求一些 細水長流的生活 所以過了幾年, 三年左右 我們就結婚了 好, 結婚了多久 現在結婚六年 好, 多少個小朋友 兩個小朋友 兩個小朋友 多少個男, 多少個女 兩個女 兩個女, 兩個珍珠寶貝 是的, 沒錯 教養子女有甚麼心得 沒有心得 我只是學習的 是 我想我們從想要小朋友 那天開始 我們一直都求主帶領 我記得一件事 有時我都會跟 準備生小朋友的 爸爸媽媽說 我說 因為我很喜歡聽詩歌 和唱詩歌 我太太 在我大女兒 饅頭的時候 我們慢慢… 甚麼… 你的大女兒叫饅頭 對, 叫饅頭 為甚麼 因為她生出來 就像一個饅頭 你知道嗎 我的孫兒叫包 包子 我的小女兒叫包包 好, 出生了一時卷碾碾碾碾碾碾碾 我叫包包 有個叫饅頭 還有個叫包包 我太太背著她的時候 我很感恩兒一個弟兄 送了一本祈禱手冊 他們慢慢讀聖經 對著肚子讀 一起祈禱 還有一個寶寶 希望我慢慢唱詩歌 所以我的女兒 現在很喜歡唱詩歌 很奇妙 現在她入了詩班 過了時奉 小時候很喜歡聽詩歌 第一首會唱的 也是三一中 很有趣,我覺得如果有甚麼心得 最重要的是你小時候讓他認識神 讀聖經吧 以前我每天都會讀一張聖經 現在就盡量讀,每天都有機會 祈禱就一定會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讓他知道真正的價值觀是甚麼 因為我不敢說我懂得教孩子 但聖經就一定懂得教 裡面所說的做人的原則 對神的敬畏心,有甚麼事要祈禱 這些我們教,不用聖經 耶穌會親自教他 你結婚了多久,開始有第一個嬰兒 我很快 剛好我慶祝一周年結婚 沒多久,幾天後,我女兒就出生了 即是結婚後有這麼多? 差不多了,過了兩、三個月 我們有祈禱,我也擔心我生女兒做爸爸 是呀,不容易的 既然神有這麼安排 我生了,第一個就很快就出生了 也不容易的 以為有小孩生出來自然識臭 當中也有很多學習 還有很多體會 生了第一個小孩之後 我才慢慢對我父母那麼多了解 我經常會想 養兒才知道父母恩 對 原來我會這麼緊張 我會想她好 究竟我一歲時,我父母又如何 當我一直照顧我女兒時 我就慢慢走回我父母以前的路 看看她如何成長 如何照顧她們 看著她長大 這些都是一個很奇妙的過程 我覺得神去安排這個過程 是很有趣的 即是你不走過這條路 你就不能夠100%體會到 你爸爸媽媽做爸爸媽媽的感受 我當初生第一位是嬰兒女兒 我第一位都是女兒 我結婚第二個月就有嬰兒 是 生出來後,我不知道怎樣 她哭我就哭 我抱著她哭 真的完全沒辦法 回憶起來 父母教養子女非常容易 是呀 我聽說你曾經為了有一個女兒 你遲了工作,在家裡專策她 有這樣的事嗎 有的,雖然不是很長時間 我想是大半年的時間 這半年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太太不知道應該怎樣 有你在身邊支持 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都不會怎樣照顧 是呀,因為我… 有得支持,感覺是不同的 是… 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丈夫 是,因為我女兒 她初出生時,她有一個特色 就是很不喜歡睡覺 她的特色就是她白天睡覺 晚上不睡 有大半年的時間 我慢慢抱著她 抱著她,抱著她 抱到天亮 我抱著她,抱著床在旁邊 抱著,到最後不行 就這樣搖,不行 抱起來,一定要抱起來 然後抱起來也不行,要走 是 最後還要加上牆 是 只會一樣,她也會走 一放在床上就又哭 是 是呀 是,一模一樣 結果我突然跌落地 是 因為我睡著了 是,我經常看日出 哇 但我很感恩,其實 我又不敢說是我的功勞 因為其實有太太 外父外母,很多親人來幫忙 去接力,我也受不了 但那個過程是學了很多東西 小孩子原來你真的搞不定就搞不定 你罵他,他不會聽 你又不可以弄暈他 他真的不睡 對,問題在,你想知道他讀到甚麼原因 你又不知道 不知道的 是 那大半年的時間 肉體上很疲累 但又有很多體會 原來做父母真的不簡單 最初我也… 我都落手落腳,儘量幫忙一下太太 因為她又要坐瘀 又要身體復原 譬如我很喜歡洗賴瓶 我最喜歡洗賴瓶 因為洗賴瓶不用用腦 洗賴瓶,洗賴瓶… 我又喜歡開奶 因為看到女兒吃東西 她吃東西自然會生育 她會長大 所以每次餵奶 給她一瓶奶喝很有滿足感 這些就是我當時經常做的 現在我仍然會洗賴瓶 開奶就隔不中了 因為我女兒開始戒奶 但這個過程是有很深的體會 嗯… 而且她會燒烤 對… 我們現在開動 妻子都被用到 假而她現在 opiaGB 一個… 感谢观看